那么世界局势走到了现在 要开始推进到另外一个层面 在美国总统拜登要积极的夺回世界的发言权 以及要争取着把美国加紧的建设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的一个重要的变化 那就是围堵中国这个口号 似乎已经渐渐的失去了作用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包含德国为首的欧盟 都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与中国的单独经济对话 以及其他的相互投资的可能 再者所谓的BCI 也就是世界良好棉花组织 这个状况也撤去了关于新疆的相关的信息 这个举动也就是说 BCI已经不去限制他的其他会员以及成员 去购买新疆的棉花 其实在这个案子之前 包含了日本的无印良品 以及意大利的品牌Fila 都已经表示没有任何的证据 来证明新疆棉花 存在着人血棉花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会继续的使用了新疆的棉花 而Fila他更是退出了BCI 也就是良好棉花协会 他们的会员国的会员的一个权限 继续去采购新疆棉花 而在这种状况之下 受伤严重的诸如HMM 就是美国倡议下的牺牲者 在业内人都大家都知道 这些新疆的问题大多都是谎言 但是业外人所受到的政治力的鼓噪之下 这些原来传对新疆棉花的人 既不能说新疆棉花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那是一场误会 或是有什么状况的影响 更不能说新疆棉他是有问题的 等于说这两个有问题跟没问题之间 他都不能去说 只能撤下对新疆的消息 所以说就变成了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但是更重要的地方是 美国并没有因为这件事件的发酵 造成这些跟随者他们的损失 组织或同盟国或者是商号 他们做出很多损失 美国他也没有给他们其他的补偿措施 比如说我加购给你让你美国开更多店 或是让你到我们的其他盟国拓展他的发展 我们要尽量的避开中国 对不对 有没有做这些事情是没有的 所以说在这个情形之下 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现在国际社会上面 虽然一般老百姓还是以美国的说法为说法 开始对中国提升了比较高的敌意 都是不满情绪 但是却会发现了 在拜登上台之后 宣布的美国回来了 并没有实质的给大家有什么样好的改善 或者是尝试着重新跟随了美国脚步 但是你换来的却是要自己去给美国当成炮灰 然后美国所有的资源都还是扣在他自己的手里 也没有打算去分给这些跟他一起站队的同伴 而这一点其实老师在过去的 我们的美国大选专题里面 其实老师也有说到 老铁应该都还记得 当时老师说什么 老师说过很多人以为拜登的上台 必然会对中国产生的宽松 甚至可能把他取消到所有的制裁 让川普的抗中策略功亏一篑 但其实老师去说的就是 当时老师说拜登上台之后 必然会避免口无遮拦的发言 这个是跟拜登不一样的 但是他会用另外一种方式 也就是尽可能的拉拢白色联盟的国家 也就是白种人居多的国家 来进行对中国的围堵 但是这个围堵之下 自己却会希望能够跟中国来进行单方面的合作 来获得什么中国的利益 所以美国希望能够自己跟中国去协商 取得比较好利益这个举动 必然会被其他的白色联盟的朋友去看透了 日后美国说什么 其他的国家也只会表面尊重 然后倾听而已 为什么 因为你就叫我们去抵抗他了 然后你自己跟他谈好更好的优惠条件 那你把我们国家当什么 是不是 而目前美国所遇到的就是已经显现出这样的态势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首先先针对新疆的问题 他现在已经不是像当年一样 美国拿的一袋好像是洗衣粉 我们只能说仪式 是洗衣粉的物体 就可以宣布伊拉克有毁灭性的武器 然后就打下去了 对不对 现在的资讯的透明以及发达 已经不是单方面就可以把它遮掩住的时候 在中国的老外 已经不断的去拍摄各种视频影片 做出了证实 他们到新疆当地并没有所谓的集中营 也没有给妇女加装劫育器的这种举动 甚至连维吾尔族人口都比10年前增加了三倍的人口 当然了 所谓的集中营 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就是真正的现象要告诉你 没有集中营 但是还会有人说 你们所说的没有集中营 百姓安居乐业 这些人都是演员 老师跟有些朋友在谈 他们还认为 那边还都是演员 对不对 你能够拍到都是已经排练好的 路边的小贩 或是店家 或是走路的小孩 甚至猫猫狗狗 全部是演员 演出来给大家看的 事实上他们过了产无人睹 没有榨菜跟茶叶蛋吃的日子 太可怕了 对不对 所以说就算你不知道集中营在里面在哪里 但是肯定有一个地方 他有建设一个集中营 里面有关着什么 几百万的维吾尔族人 其实我们要想一件事情 能管理几百万维吾尔族的地方 他的面积大概需要多大 他至少需要像台北市这么大的地方 你才能够关得了这么多的人 为什么老师这么说 因为台北市的总人口 各位你知道有多少吗 你住在台北你住在台湾 你真的知道台北市有多少人口吗 台北市的人口也不过260多万 这到270万之间 并没有很多 而有这么多人口在集中营 你把这么200多万300万的人口去采棉花 不是他采的太多 因为你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人 不然就是你根本不上算 你干脆让他们开一个城市在里面贸易 那不是更赚钱吗 对不对 再讲的有没有夸张 因为他们一开口就是一两百万的集中营 你知道吗 我们在新北市就是台北线 板桥车站板桥地区人多不多 超级多吧 板桥那个交通这是混乱不堪 塞车是家常便饭 但是整个板桥区的人口 以前是板桥市 他也不过多少人 各位你知道吗 整个板桥也不过55万人 就只有55万人 真的要装进几百万的维吾尔族的人设施 那现在应该是盖不出来的 现在应该还没有任何的收容所或集中营 你可以收容到几百万个维吾尔族人的这种规模 那么这样状况就来了 美国不断打出这个当口号 一次两次大家可以呼盆引伴 蜂拥而至去踏伐中国 你人权有问题 但是三次四次你没有出现新的证据 大家就开始疑惑 你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五次六次中国发出了反击 包含H&M 他一次就关了十多家的门市 他包含连网路上你都没有生意可以做 舆论开始沸腾 但是美国还是大声疾呼 美国发现中国现在有人权问题 BBC还是言之作作 但是还是没有证据出现 反而倒是很多民间的反证据 不再在网路上流窜 不只是只有中国国内 不含Youtube 不含其他地方都有去拍摄到新疆的现实状况 所以说你后面再讲七次八次 声讨人权的问题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听之者重 硬之者寡 就像怎么样 就像老师现在直播 对不对 看的人多 但是各位按赞的人数有多少呢 所以老师现在跟心情跟美国一样 感觉有点小复杂 对不对 好来 所以是说这个时候美国又撤出了阿富汗 结束了20年的侵略活动 为什么说是侵略活动呢 因为发动阿富汗战争的主因 也就是狙击了宾拉登 这个目标早在2011年就达到 这个战争什么时候展开的 是在2001年 也就是他靠10年的时间 已经达成了狙击宾拉登 但是持续的以这样半占领的模式 去进行的战争 截至2021年为止 光有记录的平民的伤亡 就已经达到了10万人 平民就已经伤亡了10万人 这个数字各位要记得 这个数字只是有记录的 其他的黑数实际上是不可估计的 而美国退出了阿富汗 那么其他欧盟的军队也必须退出了阿富汗 为什么呢 因为本身就没有理由去进攻到阿富汗 更没有伤害他们人民的原因 纯粹的就是为了打抢杂 而进入了战争 而这场战争也是他们训练部队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什么 实战的战场 就像过去的封建时代 例如大清朝 皇帝都必须进行了什么 秋季的围猎 秋寿 这个到任何去的 一方面是为了怎么样 学习骑色 以保持满人的这种上武的精神 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是 是皇帝他的一个秋季度假 那么以这个状况来看 就变成了是说阿富汗 伊拉克 叙利亚这些地区 其实说白了 就只是白色联盟的军队 所进行的实弹射击跟训练的场地而已 而打了数十年的战争 到底谁知道这些美国大兵或是各国的军人 到底是为什么你要进到别人的领土 去枪杀别人的百姓呢 很多人其实根本就不知道上面命令的 那么阿富汗退出了战场 美国五角大厦也发出了一个声明 是什么呢 要世界尊重阿富汗的主权 这种发言其实听起来是蛮好笑的 但是大家还是会听还是印一下 好我们了解了 但是大概也只是一笑自知 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了就是美国的公信力 在后面的进展就越来越疲弱 但即使如此 大家还是会尊重美国霸主的地位 接受美元的为世界的货币 而且还是需要仰造了美国的军事实力 这已经就可以是说正式步入了什么 美国就有一点类似在 早期封建时代的周天子的后称 也就是世界要进入了春秋时代了 各国都开始历经独自 磨码练兵 为什么呢 因为各国都要去避免一件事的发生 避免哪一天美国把这个长臂管辖玩火了 玩大了 玩到失控了 在哪一场战争突然爆发了 类似我们的中华历史上的什么 虚格之战 也就是周国的宗天子兵败 兵败诸侯国 已经没有这样的实力去镇压说 我周天子才是最强大的 变成是战国的这七国十国 他们各自的兵力都比周天子还强大了 周天子讲的话就没人要听 每一个人都尊重你为天子 但是很抱歉 你并没有管理我们的能力 所以后面才会变成了一个战国 那么如果哪一天美国兵败海坏 就变成发生了 美国的军事的主导地位 也可能会失去了 那么就会导致了世界秩序的稳定 产生的裂痕 例如什么呢 举个例来说 我们也不要说中东了 我们就讲俄罗斯 俄罗斯他有没有可能在美国 进行了一场没有胜利的战争之后 他从韬光养晦的一个目前国际局势之中 趁机的一鼓作气 压制了美国的军事领域 而这个对俄罗斯未来的国际局面 是非常有帮助 而且是很有大的转机 各位如果觉得俄罗斯 不会再崛起成为军事强国吗 那么刚才朋友提到了 俄罗斯目前正在缓步的 征兵进入到了乌克兰的边境 各位会认为俄罗斯这个大国 他征兵乌克兰 眼睛只会看到乌克兰吗 乌克兰他只是个表面的问题 而乌克兰的部队 无论如何 他本来就完全不是俄罗斯的对手 更遑论 乌克兰你本身的理念 就有讲俄语的人 亲俄的人是很多的 欧盟区又不愿意接受什么 乌克兰加入到北约组织 为什么 北约组织是一个特别的组织 等于是说 你打我们其中一个北约成员国 等于跟我们整体的北约国家宣战 等于就是北约接纳了乌克兰 俄罗斯如果打乌克兰 等于是整个欧盟整个北约 都要必须跟俄罗斯宣战 这打得过吗 各位 俄罗斯这个国家是一个很特别的国家 而且现在又包含了世界的整个交通 跟军事 跟还有局势跟资源的混乱状况 北极圈的资源的问题 还有领地的问题本身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说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包含美国 想要跟俄罗斯站在正对面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人这种种族是蛮特别有特色的 他本身日常生活是过得很散漫 应该说是蛮懒散的 但是对于打仗方面或是战斗方面 俄罗斯似乎也从来没有怕过谁 哪怕是过去的苏联或是现在俄罗斯 所以现在的美国 他是要提防到的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的崛起 还有自己的实力 是不是能够足够的继续当天子 世界的天子传奇 或许有没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要用另外一个历史的本纪 来去形容下一个霸主 而下一个霸主是谁 有是法国 是德国 是中国 还是俄罗斯 大家可能不见得理解 但是 或许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评估 接下来的数十年 美国你不一定可以继续成为你的霸主 好吗 好 我看看各位什么问题